作词曲 李宗盛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预言 就是它并不是 重点不是讲 它如何去买它爷爷 其实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你要想的东西是很多的 并不是说是只嫌疑的 所以说我在剧情里面 又会做了很多看似很荒诞的事情 我在不断地在解构这个剧情 就是因为我的手法是比较写实的 所以说我要在解构那个写实的部分 让你觉得它是也可以算是真的 也可以算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 它就是一个故事而已 所以说这是我在做的时候 里面会大量的工作 在考虑它的摄影的就是运动啊 它的构图 所以我觉得就是简单一点吧 我觉得不要让这个电影就是太过复杂 反正它的故事也比较简单 我觉得有那么多导演在拍那种一个镜头 一分钟之内可以切四五十个镜头的电影的导演 太多了 我就不要那样做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 就那么快的电影啊 那么那么戏剧化的电影 那么多人都会飞啊 会武功 我就不要做那样的电影 我就做点飞一样的嘛 我就做点不会武功的 然后大家就是静静的看他们的表演 我觉得感受那个时间和生命流淌的过程就足够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老人 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土地 即便是死他也不能离开土地 就是他对土地有一种深深的眷恋 就是生命我们更多的来源于土地 最终也要回归的土地 另外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在电影里面 然后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就是选择自己 在什么地方 哪个时间点 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生在什么地方 但是至少我们有权利 选择在什么样的地方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 好 导演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尾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的掌声 谢谢导演 那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观众 还有一些问题 或是没有什么 大家跟大家加入 大家可以再玩 来我们别听咱们 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你看我 什么下期再见 你 你